割盲腸便切卵巢,應孕父枉死 前年10月,32歲的他,本來迎接新生命的來臨 但懷孕五個月時,因為腹痛,去英國羅姆福德市的皇后醫院求醫 精細盲腸炎,立即安排做手術 因為他懷孕,醫生要憑觸覺判斷盲腸的位置 但醫院竟然交給兩個實習醫生負責,結果切錯了卵巢 吉澤斯八天之後出院,但六天後再腹痛入院 兩天後更加小診,主診醫生才發現原來吉澤斯盲腸還在 兩天後幫他撤除,但他最終因為嚴重敗血病不治 吉澤斯老公認為,太太是被醫院非法殺害,入品恐怖院方